大家好 我是糯米啦 前前呢 我們都在其他的影片有談到 不用用透視法 也能夠畫建築的方式 那我們這一次呢 將哪一個面 稍微轉一點點的方向 來 加一點點一點點透視的技巧 那我們參考的照片是什麼呢 是 這個 有沒有覺得很眼熟呢 沒錯 它就是這一本畫冊的封面啦 它就是這一本畫冊的封面 非常的漂亮 那我們上次畫的角度呢 有點就是像這個角度 那這個角度呢 就是不用用太多的透視技巧 也能夠畫出好看建築物的角度 那這一次呢 我們要把這個角度轉一點點的方向 試著來去畫畫看它 好的 那事不遲疑 我們開始吧 首先先看的這一張照片 這張照片呢 它就是兩點透視 那我們來看一下 雖然上面的內容很多 但基本上除了斜的屋頂之外呢 其他都是方塊 好 那我們開始畫吧 我們這次選的筆刷呢 是我在畫其他的圖 其他的作品都會用到的圓扁扁筆 那其他的作品的部分都在我的IG啊 都在我的IG 我的IG很好找 NUOMI就可以找得到那隻黑貓眼睛 好 那我這邊的話先拉兩點透視 都是先概略的去抓它的方塊 我真的覺得我這張應該會畫得滿仔細的 雖然說是術寫 但這棟建築真的還蠻漂亮的 5R的部分我們就直接畫瓦片 為什麼呢 因為方塊的部分我們已經畫好了 我們也明確的知道它的範圍會在哪裡 這邊可以提醒各位一下 如果各位用的是有透明度的筆 第一筆下去 第二筆下去 那它中間就會有產生重疊的地方 但是如果是一筆到底來回刷 它就不容易產生重疊的地方 那些比較深的地方也是比你的筆刷的壓力所產生的 我的筆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橡皮擦 然后把侧面他有阳台的部分 刻画出来 那我们主体的建筑画完了看起来跟画面比较 好像也太扁了嘛 小小作弊 叫我们拉长一点点 好吧 这样子 是不是就好很多了 那我们再把前面的玄关的部分 画出来 来看空白的地方 那这一次呢 周遭的景色我想要留白 我两边的建筑我不会画 所以我插的话只剩下插的天安 那一块招牌 那这一块招牌呢 如果真的画正确的位置的话 他会超过在画面的外面 所以这里呢 我要用一个方式 就是先把旁边我画过的地方先擦掉 然后再把天安拉进来 有点太靠画面边缘 有任何完整的形状物件太靠近边缘的话 会让画面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 那最后呢 我要再画面加一个小小的东西 啊 我放大到屋里 我想要画一只猫 好大只的小黑猫 所以搞样子 缩小他点点 我来看整体的画面 好让他小到是自然的样子 OK 那来到我最喜欢的步骤啦 就是签名 这样就完成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大概花多少时间在画这一张呢 我刚刚看了一下我画面上面录影 我们是花了大概 30分钟左右 包含开场的时候的对话 不管怎么样 我们花了30分钟 就完成这样的一个画面 是不是非常的简单 还是说 我个人太厉害了 从一刚开始到现在 我就不断的说 天哪这张画面都非常好看 好了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内容了 那可以给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画的 花了32分钟 花了32分钟 我们又做完了一个速写 一天有多少32分钟呢 你空写的时间 如果想要 想要让自己的手腕暖暖身的话呢 或者是说你有大作 想要开始画的话 不妨先撇个速写 让你的手腕开始暖身灵活起来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啦 那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 记得分享订阅跟按赞啦 我是糯米 大家 拜拜 拜拜